来看到就是另类的行人地狱吗 高雄凤山区有民众直击 人行道上被车辆停满 夸张的示意旁就是派出所 跟警察检举 过了一个多小时都没有改善 不过对此警方第一时间澄清 说当下就有开单举发 另外在台南呢 有骑士在远警面前 违规红灯右转 也被抨击 根本是把警察当红旗 骑士骑车经过往一旁看 黑色轿车就这样大喇喇 停在人行道上 因为实在太夸张 动手检举没想到时隔18分钟后 被检举的黑色轿车 还停在原地 再过一个小时来看 似乎还是不为所动 这情形也让民众气炸 加上正旁边旧式派出所 也让人质疑警察根本没受理报案 对面的谁派出所 似而不见 这地点就在高雄凤山区合成路上 面对质疑警方也出面澄清 在接获第一次检举时 就有开单举发 只是实际回到当地 看过去包括大货车 轿车甚至是机车 人行道还是停好停满 围庭现象没有改善 被调侃成另类的行人地域 当地住户也很无奈 半年之内要收了16张 因为这样子不行的话 那政府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个配套错事 围庭乱象平常控诉当地道路规划出现漏洞 就判是否想出解方 另外在台南也有民众抨击 骑士根本把警察当空气 红灯右转还在警察面前 这一幕被直击 除了看傻眼 同样质疑警方怎么没作为 交通人像被调侃不断上演 要如何改善 除了靠警方加强取地 用路人自身恐怕也得好好配合 这高谈做不到